嗨,我是阿俊求成 上一場過後大家的回應其實都還蠻熱烈的 也有很多正面的肯定,我都非常感謝 也包括很多教練也都傳訊息 甚至打電話來跟我討論 我也都非常感謝 也希望大家記得多分享按讚 還有在YouTube開啟小鈴鐺之類的 另外在LINE群組之類的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幫我們擴散與分享 來增加一下台灣討論足球的風氣 不過我也坦白講 像這樣的情況我也蠻心痛的 畢竟國家隊比賽還有兩場比賽要進行 那這樣的言論其實對於球員 或者是更衣室的氣氛 其實都一定程度的受到影響 那不知道大家常不常注意到 像英國的一些小報 或者是他們的那種大型的 像BBC甚至是Gaudians 他們其實常常在 比如說最近的歐洲國家盃資格賽 到一直到結束之後 確定晉級之後 然後一路到準備要到會內賽的階段 你會發現他們的媒體 其實基本上都是在吹捧 或者是說這些英國人多強多強之類的 那你就知道說其實他們 並不是說真的是在 就是盲目的吹捧 而是他希望的是塑造一個正面的 一個氣氛在賽前的時候 那這樣的話比賽的時候就會有 更好的一個表現來創造出選手的一個信心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把看到一些議題的部分 然後讓大家好好的討論 那至於上一場比賽 我覺得球迷跟球員們 其實也有一件事可能都一樣 就是我們必須要把 上一場比賽的東西就先 就先擱著 那接下來這場比賽 我們就先繼續的正面看待 並且好好的支持我們的國家隊 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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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總教練Graham Arnold 在記者會的時候談到 上一場比賽對上科威特的 Jemmy McLaren 他效力於澳洲墨爾本納 他這場對台灣的比賽 他將會先發上陣 他在澳洲聯賽24場比賽 一共打進25顆進球 以及5次的助攻 拿下他個人的第三座 澳洲聯賽金靴 也就是進球王的這樣的殊榮 上一次來到高雄的國家體育場 他有一顆進球的好表現 所以Graham Arnold 表示說前一場比賽 對科威特的賽事裡面 澳洲選手實在是太溫和了 應該要在39分鐘之前 就要打進6顆進球 在他看起來 機會的把握度是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他認為接下來的比賽 都要用大比分的方式來 協習對手 那下一場比賽就是我們台灣吧 所以對Graham Arnold來講 以澳洲現階段的實力來說 其實不是在針對對手的能力 然後去做什麼樣的調整 而是澳洲到底有沒有辦法 自我精進來修正他們目前的國家隊實力 那在上邊的部分 澳洲這邊上一場缺陣的 Tran Samburi跟 Harry Sutter 這場比賽都在記者會有提到說 他們雖然還需要再檢查一次 但應該是沒有太多的一些影響 所以上場比賽他們雖然說沒有上場 但這場比賽應該會成為 中後衛先發的角色 那一些選手像是Ryan McGowan 或者是一些澳洲聯賽 國內的選手 很有可能在這場比賽都會上陣 那一來是因為天氣炎熱的情況 他們需要一些調配 那畢竟他們要在短短的這些時間內 要打4場比賽 所以天氣炎熱的狀況 對他們來講真的這也是一個滿大的壓力 那在對科威特有替補上場的 Chris Eccano Midis跟Mitch Duke 那他認為說已經適應了五六天 在這場比賽上場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確定不能上場的是 Abstahlo Genu 詳情的話並沒有太透露原因 但我想應該就是受傷的情況吧 那以對手來講 因為Aaron Mui跟Tom Rogic 並不是在陣中 所以在一些媒體來講 特別評論到目前澳洲的陣容來說 中場是他們滿薄弱的部分 那上一場比賽對上 在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法蘭克福的24歲中場 Hustich應該會頂上Aaron Mui的這個位置 所以對台灣來講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上一場在高雄的賽事裡面 其實他也有替補上場的時候 在68分鐘其實帶來滿大的一個威脅與麻煩 那跟Mui的這種球風其實滿大的不同的 那一場台灣的選手對Mui其實會覺得很頭痛 因為不知道他到底什麼時候要出球 什麼時候要只是盤帶之類的 他的節奏上面讓台灣選手很難抓 那Mui是會不斷地攻擊我們兩翼的 邊後衛的身後的空間 也就是透過邊後衛的overlap的方式來去做進攻 所以相信Hustich滿有可能也會 比照Mui的這個方式來去攻擊台灣的兩側 那Hustich在澳洲國家代表隊 他出賽的前三場比賽就有送出三次的助攻 那在對科威特的比賽裡面 他也有直接自由球破門的紀錄 所以這場比賽台灣在定位球上面 防守上不能有太大的一個輸入 特別在人牆的一個布陣上面 其實在澳洲那場對 在來到高雄比賽的那場比賽 下半場有一個自由球 其實在人牆上的布陣上面 其實我們就有犯一個滿大的失誤 只是對方沒有選擇直接的從自由球攻門 而是選擇交給其他隊友去做投槌做進攻 所以我想定位球的防守 在對場對澳洲的比賽而言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 而且在身體的碰撞上面 真的台灣選手要 希望更多的球迷可以為台灣選手多點加油 澳洲部分他們遇到的第二個課題 是之前他們的一號門將 也就是在J聯盟有締造了一個 九次玩風紀錄的Mich Lagerrak 他突然的宣布在澳洲國家隊退休 所以這個賽季從英超海歐Brighton 租借來到Arsenal的這位Macy Ryan 應該會沒有意外的先發上陣 那上一場比賽對台灣的賽事裡面 他其實也是先發上場 在比賽最後甚至還跟潘文傑 有點英雄喜英雄啦 就覺得他這場比賽撲了那麼多次的撲救 然後跟他交換球 其實不瞞各位說那場比賽 其實澳洲的媒體對於潘文傑的表現來說 會常常提到說他是很勇敢的表現 而且有一些狀況他會覺得說 哇這個潘文傑的犧牲 就是有換取到一些黃牌 其實是還蠻值得的 那Graham是有跟這位圖案宣布退休的這位門將有談說 是不是不要急著退休 也許你是不要去科威特這樣就好啦 那但是這位門將是表示說 其實因為家人的一些情況 然後他的人生課題上面 他選擇疫情的階段應該跟家人站在一起 不應該去參加國家隊友賽事了 所以對於Graham來講 他認為做總教練應該是要支持選手的每一個決定 同時在戰力上面也不要做任何的一個讓步 也要讓球隊的戰力也是持續的進步 並且刺激這年輕球員的一些 向心力跟隊內的競爭能力 那歐洲這一側來講 他們還有一個遇到的問題是 Graham有提到 過去其實 球員如果拒絕國家隊的徵招 那球的協會可以透過FIFA的制裁 給予選手兩週的競賽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情況下 等於是讓Graham表示說 其實在徵招上跟母隊的溝通非常麻煩 那甚至選手就表示說 這疫情的情況下 他真的不好能夠去科威特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像他們的一號門槍就因此就宣布退休 那有一個部分必須要表揚台灣這邊就是 其實澳洲這邊所有的球員 包括隊職員跟教練 其實只有一位有打疫苗 換句話說其實選手跟教練還有隊職員們 其實也都很擔心在科威特 會不會有感染的一些情況 所以這一點其實台灣這邊 做的其實比澳洲好上很多 台灣的球迷朋友必須要給這些球員 還有協會啊 還有台灣的政府這邊 其實是要鼓掌 並且給予喝彩的 他們的年輕選手的部分 應該沒有意外的情況下 對台灣可能都會有上場的機會 那Luan Tongyuk這位年輕的新秀 那他們總教練是認為說 在他在澳洲聯賽 國內的聯賽裡面有很多優異的表現 是總教練非常欣賞的一位24歲的小將 那唯一的遺憾是他因為年紀已經超過 那不能打奧運的比賽 那當初這位總教練在聯絡的時候 其實他的母隊還以為是奧運的代表隊 要找這位選手來參加 就說沒有他太老了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對於Sakuru來講他其實一點都不老 那就是母隊也嚇到說 原來他被國家隊徵召了這樣子 那Luan Tongyuk自己本身也很開心 因為他知道說這個機會其實很千載難逢 然後全家都為他高興 那總教練有特別提到說 這個機會來講真的是非常難得 因為這個從澳洲的國家代表隊 這一百年來只有606位的國家隊選手 就是入選的這個紀錄啦 所以相當一年只有六名選手可以入選為國家代表隊 所以當你如果聽到你被選上國家代表隊的時候 這都是全家的一個光榮 所以他們都會很勇於去掌握這一次的一個國家代表隊的機會 那上一次澳洲來到高雄 對上台灣的比賽裡面 其實他們都對台灣的setup 也就是布陣上面覺得台灣其實做得很不錯 而且做出蠻多功課的 他們認為台灣的比較後撤的情況下 讓澳洲沒有辦法多從中路來進行滲透 並且戰位是非常緊湊的 所以這一點其實讓澳洲不得不做大範圍的換邊好 找到另外一側來給予進攻 那甚至在澳洲當地轉播國家代表隊的這樣的一個轉播單位 他們提到說其實他們看到陳奕偉的那顆進球 其實都跳起來覺得說 哇!就是這樣一個很漂亮的一顆進球 還不是說澳洲這邊失誤 然後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進攻與頭槌 所以他們也會擔心說 就是會不會澳洲其實對上台灣的時候 也許這勝利上面澳洲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台灣這邊會不會給予他們一些很大的一個問題 在下一場比賽他們對上約旦的賽事裡面 可能甚至是尼泊爾的賽事 然後其他球隊會運用台灣的策略來應付澳洲 這個是他們會有點擔心的部分 那在澳洲的部分來說 他們的邊後位起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他們兩邊的邊後位會不斷的上前去做overlap 那這一點在台灣的那場比賽裡面 的確就飽受這樣的一個困擾 那那場比賽你可以看到 Muini就不斷的去大範圍的轉移 來連接兩邊的邊後位 很多球迷也在上一次的 台灣對上尼泊爾的比賽裡面 賽後其實也都不斷的訊息 或者留言提到說 到底這對上台灣這邊來講的話 到底是選人的依據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當然這個問題要在賽後等到教練回來 也許我們在跟教練做訪談的時候 來跟教練多討論 不過呢在澳洲這邊 Grand Arnold自己是表示說 他選擇的部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選手是不是規律性的出賽 那這個部分就可以讓國內的聯賽跟旅外的選手 有一個很大的競爭力 也許你旅外但是並沒有常常出賽 那這樣相對而言澳洲本身的聯賽的選手 他規律性的出賽就可以更多的機會拿下國家隊的一個席次 那同時旅外的選手如果你在國外沒有什麼經驗的話 如果你在國外沒有什麼經驗的話 沒有什麼出賽的這個機會 那你就可以選擇要嘛轉隊啦 或者是租借 甚至是再回到澳洲的聯賽來效力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那以Daniel Arsani 的例子來說 其實他是澳洲這邊備受矚目的一位 就是算是未來的星星 不過總教練Arnold則認為說 他需要比賽的時間才可以有足夠的體能來應付澳洲的賽事 同時因為他上後其實也沒有太規律的一個比賽 其實對他的這個恢復上面其實也會有一些疑慮 所以Arnold是自己認為說 那這樣很有可能不會選他 所以這次很明顯是他轉隊與否 有影響到他的職業生涯的 甚至國家隊生涯的一大 這個一個算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在Arnold自己在訪談裡面有特別提到這一點 Graham自己有提到說 明年是澳洲的一百週年 所以這件事情上面 他在選人也格外的謹慎 比起過往來說 他認為這樣的機會真的會變成 是一個榮耀與殊榮 等於是他不可以亂給這樣的一個寶貴的機會 給一個不珍惜國家隊機會的選手 所以我想這也是給台灣這邊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警惕或啟示 等於是說 國家隊這樣的一個機會來臨的時候 也許你可能要更加的把握 不應該只是單純覺得說可能出場費啦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油 就很輕易的放過這樣的機會 整體的澳洲的陣型來說 你也會發現到年齡結構的部分 澳洲這邊有老將也有年輕的選手 所以換言之 這些老將能不能夠在場上指揮年輕選手 其實也是Arnold這邊很強調的一大重點 因為他認為年輕選手 一瞬間要找到誰溝通 這件事情是他所看重的一點 那他也認為說 這場上如果有老大哥在場上的話 應該一些慌亂的情況 馬上就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 那這件事情對於年輕選手來講 是一個比較能夠盡情發揮的一個 算是一個支持啦 所以這件事情 也讓他很大膽的在這場比賽裡面 選了幾位屬於奧運 就是剛剛講的奧利魯的這一些選手 在這場比賽 很有可能會對台灣出賽來比賽 這場比賽台灣這邊 在面對到澳洲來講 首先面臨到澳洲的風格 就是他們會出球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另外他們跑動的速度 也都會給予台灣的選手 算是一個措手不及 所以考驗著很多位選手 在轉身的部分 到底能不能趕得上這些澳洲的選手 所以同時可能 這個不斷的要轉頭擺動來觀察四周 畢竟這些選手都很會攻擊對手的身後 所以他們會不斷的創造一些 禁區內這種一對一的一些機會 也就是可能一瞬間稍有不勝 可能就跑身後之後 那邊路就調中起中 交給這禁區內做跟門將一對一的一些情況 所以這場比賽門將來講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很有可能是黃家中教練所選的 一對一門將應該是施信安 那就希望施信安包括在一對一面對選手 單刀以外 同時還有包括空中的針領的部分 可能就非常重要了 那另外一方面 在他們的兩邊邊後衛 這個Bick跟Grant 其實都是屬於進攻上不斷的overlap 來創造人員上優勢 然後起球的時候是不受對方影響的情況 所以這種邊路的二打一 以起球調中來交到禁區內頭槌 應該是會這個畫面可能會還蠻多的 所以相對來講 這也是台灣可以防守反擊的一個機會 其實王家中教練在尼泊爾的這場比賽 雖然很多朋友們包括我在內 其實也都對比賽內容蠻不滿的 不過也看得出來說 其實總教練想要打一個防守反擊的一個策略 那希望這場比賽可以進行的發揮出來 那也許在對方邊後衛上來去做調中的一個機會的時候 其實邊後衛深厚的空間 就很有可能是台灣這邊反擊的一個大好機會 那如果這個回顧到過去在韓國的過去的賽事裡面 韓國對上澳洲國家代表隊裡面 因為這種的上前壓迫 然後組織調中的一個特性 那也會發現到說 這個澳洲這邊的中後衛 這個Chan Samburi 就很有可能 就是上前之後 他會有一個很長的一個深厚的一個空間 這個部分是當時韓國代表隊這邊 是不斷的攻擊他身後 防守反擊的時候 就會發現到黃錫燦就 因此而取得一顆進球 在2018年的一場友誼賽裡面 那場比賽最後是1比1占平 那韓國其實是領先了多半的時間 一直到商廷捕食的階段才被澳洲給追平 所以這場比賽我想 這樣的一個防守反擊的模式 很有可能是台灣這邊可以效仿的一個機會 所以也許台灣這邊我們 就引緊期待在這種防守反擊上面的一個策略 畢竟就如同王家中教練在記者會的時候提到 其實我們球隊是不同的一個level 所以這場比賽會不斷的強調防守 那拿到球的時候就防守反擊 如果沒有就是發現沒有一些機會的話 就是盡量的保持持球的時間 不要說很容易失誤 反而讓澳洲這邊取得進球的機會 那第一場比賽 尼泊爾的對上尼泊爾的時候 其實受到壓迫的時候 王家中教練表示很多球員都太緊張了 因為很久的時間沒有打這樣的一個國際賽事 說真的就是世界杯資格賽 應該是我們沒有辦法晉級到下一階段 那所以我們也許更放得開的情況下 搞不好這場比賽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控球 甚至是打得更放得開的一些情況 不用那麼的緊張 那試著打這些防守反擊 那希望能夠在這樣的一個高強度的賽事裡面 如王家中教練所提的說 可以吸收更多的經驗 並且不要有任何受傷的情況 畢竟接下來的台灣鋼鐵 也還有一些像雅邪杯的一些賽事 那這邊也拋給很多具有想法的鍵盤總教練們 包括我在內 來想想 在這場對澳洲的比賽 我們剛剛前面已經提了這麼多 關於澳洲的資訊之後 如果你是台灣的教練 你會怎麼想 這場比賽我們如何落實防守反擊呢 怎麼樣的防守反擊 既能夠成功的防守澳洲 又能夠反擊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部分蠻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那到底什麼時候有那樣的一個時機點呢 我想這個部分 如果在期望進球值來講 也許台灣的進球的次數 射門的次數可能並不多 但如果我們能夠創造出一個好的 期望進球值 一個好的進攻機會 那我想對於台灣的這邊來講 可能就是一個吃鍋貼嘛 可能就雖敗猶榮啦 那我想大家要清楚 畢竟真的澳洲的實力來講 真的是高出我們非常非常多 可是如果我們打出了不錯的成績 我想對於這個很多的台灣的球迷來講 就會覺得台灣足球是有希望的 舉例來講那場比賽對上澳洲 雖然我們的比分是一個很誇張的7比1的結果 但陳奕偉的那顆進球 讓很多的球迷到今天為止都很 算是不斷的想起那顆進球 然後也都會覺得說 欸我有一顆對 你知道英超門將的一個進球耶 你知道這是一個大家很重視的一個回憶 也許一樣是吃鍋貼 但是大家是開開心心吃鍋貼 然後津津樂道的討論那個過程 然後讓台灣球迷們覺得 嗯我們有拼到 那有拼到一顆進球 能夠在世界盃的球隊上面拿下一顆進球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進球 一個拼鬥的概念是台灣球迷想看到的 而不是說整場比賽 可能就是看不到一線曙光 特別這場比賽是凌晨3點要來舉行 所以我想如果能夠打出很多球迷會覺得說 我3點爬起來看然後 耶我完全睡不著 6點不管了 我想這樣的比賽會是很多球迷一輩子的回憶 那我是阿俊修成 那我們希望這場比賽台灣的球員們 能夠這場比賽打出不錯的成績喔 那我們就比賽的時候 Cup House見喔 掰掰